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一个觉醒的人 您不应该有这些类型的情绪 只需承认他们 记住他们总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会一直存在 忧虑和焦虑不是源头的特质 因此没有法则去支撑他们 随着您的发展 您的能量会发生变化 并开始以更高的频率振动 从而使您自动对人 地方和事物的能量更加敏感 这可能会导致您体验不到如恐惧 愤怒 焦虑等的情绪 警惕不要声称他们是您的 而只是让他们通过而不给他们力量 我们知道你们大多数人 在这段时间里的感受 我们告诉大家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不要卷入表象的能量 而要往后退一步 成为一名观察者 不要否认或试图去改变 治愈或是纠正表象 而要作为观察者 用一个独立的视角去观察 意识到现实就是万物的基础 地球是一个由上帝的儿女所占据并由爱统治的精神世界 但是 大多数人仍然被相反的表象所催眠 始终记住 您所看到的 听到的 品尝到的 触摸到和闻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灵性层面的概念 它们被二元性和分离信念所催眠的集体思维分离为好或是坏 当您发现自己对某事或某人做出消极反应时 请诚实地检查您的信念 过去累积的那些过时的三维信念通常仍然未被发现 并深深地隐藏在意识中 直到发生某种事情来激活并意识到它们 在这一点上 您只需要简单而没有内疚或抵抗地问自己 是什么信念让我觉得事情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 现实中没有对立的事物 好的表象与坏的表象一样虚幻 现实是灵性的 但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能够与更高的共振频率 保持一致的高能共振水平 因此相信它们是不存在的吧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这个时代需要大量信任的原因 不是对政府有组织的宗教 朋友 家庭或所谓的专家的持续信任 而是对真理的信任 其现实始终是一众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圣意识 它本身就是一切 因为只有上帝 神的意识 所以这事并且一直都是唯一的因 因此也是唯一的果 思考一下 唤醒真理并不意味着您突然停止了自己的生活 此时您正在地球上以物质形式向主开悟进化 而不是像某些宗教所教导的那样否认 憎恨或避免与人接触 关于灵性的规章制度 严格的修道院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类已准备好学习如何存在于世界 而不是从属于世界 用您的最高意识水平过好每天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启迪 然后您可以展开更多的真相 做需要做的事情 去上班 做饭 洗碗 割草 做手术 教书 修理汽车或什么都不做 但是要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是灵性的 没有比这更灵性的了 是的 我们认识到许多活动已被人类的思想所扭曲 但事实上是 这些活动是在表达源头的先天品质 总会有一些您不喜欢的人 这些人经常是由于您过去的生活所以跟你有联系 但他们却与你的现在无关 有时是因为某些人似乎与您的信仰体系完全不同步 不要批判自己或他人是坏的或者不灵性的 而是要记住 每个人的实质都是上帝 因此并没有好坏之分 知晓他们是被催眠了的 您已经摆脱了基于对自己和他人的 二元性和分离性的客观错误信念 这并不意味着您要跟他们做好朋友 或者忽略他们可能带来的麻烦或伤害性的举动 而是意味着您记住他们的真相之后 可以跟随前人走过的路 做一个有爱心和灵性上有能力的人 这绝不意味着您要成为别人的擦鞋垫的人 也绝不意味着为了保持虚假的和平而如履薄冰 默默地问候您遇到的每个人 作为基督 向远方和附近的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们发送光 法律和监狱仍然需要存在一段时间 但是人类集体越来越能意识到 基于无条件的爱的行动和解决方案 比武力和侵略性更能疗愈 这是地球的一个重要时刻 因为现在发生的扬生过程能使灵魂疗愈 并完成他们医生中的课题 有许多人想加入 但由于某种原因而被禁止 许多事情还没有到来 当这些事情到来是将唤醒越来越多的人 这些醒来的人会相信我们所说的话 在此过程中 许多人将遭受越来越多的痛苦甚至死亡 但他们知道大多数都是自愿选择帮助唤醒地球人类的志愿者 对某些人来说 他们的经历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选择供之于众 供他人查看和学习 对于其他人来说 如何更好地为扬生过程服务 这是个人的选择 但是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集体意识离开黑暗时代 而进入光 即使地球的表象证据好像是一败涂地 但那些更高维度的人正在观察并向所有人发送祝贺 要知晓事情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样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甚至在黑暗事件中 他们也非常高兴 因为这些事件反映了地球正在脱离浓稠密度的旅程 这是旅程带来的变化 尽管有些人仍在努力让人类陷入旧能量中 但依然有许多人继续从错误信念的催眠中醒来 看电视、看新闻或观察他人的行为时 请记住思维要与您的直觉保持一致 因为事情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看起来那样的 像更高的意识开放是必然发生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这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因为每个人都是作为神的存在 无论他们是否喜欢神 这都是神的表达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 无论一个人花费了多少时间去否认也不会改变 保持平和 亲爱的们 保持安心 经常冥想 冥想不必依循很多人都学习的那种严格的流程 这些方法是对于那些无法放松或在没有流程帮助的情况下 想让自己保持寂静的人来说才是必须的 冥想的目的无非是让内心的小声音达到寂静 所有流程指南的内容就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过程 您可以随时随地地让自己保持在我和天父都是依这个信念中 在办公桌前停顿的那个瞬间 去洗手间 等红灯 坐在树下 走在繁忙的街道中或在病人的床边 日常生活中的每项活动都给您提供了一个教准 我就是神圣的意识的机会 最终 您不用通过意识的情况下 开始一天24小时 一周七天的冥想 这不再是您需要去做的事情 而已经成为您的一部分 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害怕 这正是你投生前已经计划好要完成的事情 这个星球正出现越来越多被唤醒的灵魂 它们选择帮助地球向更高的频率过渡 您正在见证一个基于爱和真理的新世界的诞生 所必须经历的强大痛苦 允许进程发生 亲爱的们 无论有任何个人或全球表象出现 都允许进程发生 并保留您心中的光 这才是唯一的现实 我们是大脚星集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